周路车一抵达 周路人员立刻下车救援 车祸现场凌乱不堪 饮料店的柜台以及大型招牌 都被轿车撞到 瓦斯桶物品全散落一地 画面中这名穿着制服的女店员 双腿被玻璃割伤 由于车祸实在来得太突然 还一度吓到腿软 原来造势的是一名35岁的理性男子 清晨6点多 他开着轿车行进告示 凤山区的自强夜市 因为疲劳驾驶打瞌睡 造成轿车失控 冲撞路边的饮料店 就连隔壁的摊位也被撞回 突然间车子就急速地撞进来 然后我们妹妹的话 也都来不及三朵 然后受了很大的惊吓 脚还被玻璃割伤 不但如此 当时一名饥饿歧视经过 也受到这起车祸颇急 歧视受伤送医 幸好治疗后没有大碍 我们是服务业 那应该是回家的路上 就是疲劳驾驶 然后结果因为这个原因 而撞上摊位 远景赶到后对理性男子进行酒测 发现他并没有喝酒 但精神不济还开车 酿成车祸意外两人受伤 男子不但得赔偿医药费 还必须负责被害店家的损失 继续良家网热方高丛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